面对美国汽车工人可能发动的罢工游行 Ben Crete资深经济分析师Mark Hamrick提醒消费者 现在买车并不需要太紧张 因为并不一定每一款车就会受到罢工影响 此外 消费者还可注意自己喜欢的汽车品牌是否有充足库存 Copilot执行长Pat Ryan则建议消费者 不需要纠结在 需要等待很久的新车型 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 车辆只是代步工具 最后 Pat Ryan还提醒消费者 如果对特定车型情有独钟 不妨可以等待罢工结束之后 再掏腰包 东森新闻团队 洛杉矶报道